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經過一番呼籲以後 我們節目的訂閱人數就有所上升 希望各位益友繼續訂閱我們的頻道 而且要按在旁邊的小鈴鐺 每次有新片的時候 你就會收到有推播通知 訂閱人數持續上升 某程度上也是對我們的節目一種肯定 多謝大家的支持 在這節我們首先講講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 在開記者會的時候 竟然耿煙落淚 事緣美國總統特朗普在7月6日 正式通知世衛組織 美國真的要啟動退出的程序 在9日記者會上 譚德塞一邊耿煙一邊說 說現在世界上所面對最大的威脅 就是缺乏領導和團結 分裂的世界會導致全球都沒有辦法 戰勝得到病毒 譚德塞還強調 若然全球能夠團結一致 就一定可以克服並且戰勝敵人 他還說只有團結才能夠抗疫 當然在譚德塞整篇的發言當中 他沒有提到美國的名字 只不過很明顯在他的說話裡 就是埋怨為何美國要在抗疫的關鍵時刻 去退出 特朗普其實也曾經說過 說美國每年向世衛組織 繳納了超過4億美元的會費 作為主要的贊助一方 美國是有責任對世衛組織 在疫情當中的表現問責 當然 作為世衛組織最大的金主 這件事如果美國退出的話 其他國家就很應該分攤 美國所承擔的會費 只不過我們現在 在過去三四個月看到的是什麼 很多國家 例如是英國、德國、法國、日本、中國等等 他們都很願意向世衛組織 提供一次性的捐款 但是 沒有一個國家願意提案 就是要分攤美國每年所繳納的會費負擔 即是說什麼呢 每一個國家只是願意給你有限的錢 今年有 下年就不會包你了 當然 在長遠的發展來說 對於世衛組織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因為某些國家今年願意去捐錢 解決世衛組織的延微之急 並不代表下年、後年、大後年 都會捐回相同的金額 但是美國一下子退出的話 世衛組織每年就收少了4億美元的會費 大家知道會費其實就是一個長遠穩定的收入 現在收少了那麼多錢 又沒有人願意去分攤的時候 如果算長遠 世衛組織的預算一定是要扣減的 在往後的日子 世衛組織的幹事、官員 他們再要去出差或公幹的時候 就不能夠像以往那樣大花童 可能平時住開總統套房的 就要降去普通客房 平時搭飛機、搭開頭等倉 就要降去商務倉、甚至乎是經濟倉 因為錢少了 4億美元 432億 即是30億港幣 所以 對於世衛來說 肯定是很大的衝擊 難怪譚德塞會耿煙落淚 比賽是誰都會哭 這麼大的錢不見了 真的 真是很可憐 原來根據數據顯示 美國至今還在上欠世衛組織2億美元的會費 我相信以特朗普的性格 就是會走數據多 反正都退出了 還會把美期還交給你 即是那邊說 又不見了 十幾億港幣 所以 真是無語文倉天 這次譚德塞總幹事 當然 特朗普 猛禁退出的國際組織 其實都是為人救病 因為他這樣 就等同於搞所謂單邊主義 雙手奉上了很多國際協助的平台 是給中國的 因為中國其實是有意滲透不同的世界組織 尤其是聯合國的十幾個組織 好了 現在的教科民組織又退出 人權理事會又退出 中國不能純粹是退出 而是沒有做到其他任何的舉動 這是對於美國本身都不利的事情 當然沒有人知道特朗普的心想 因為又不是他肚子裡的條蟲 而且特朗普也是一個非常有個性的人物 好 接著就說一下澳洲方面的消息 英文《中國日報》今天發表了一篇社論 他們的標題叫做 Australia Barking up the wrong tree 即是澳洲廢錯了一棵樹 這篇文章究竟是怎麼說的呢 評論員首先批評澳洲多番無視中國的警告 將中澳關係推向臨界點 澳洲中什麼因就會得出什麼果 澳洲政府靠攏美國 嘗試干擾中國 加強在香港的國家安全執法能力 而澳洲身為美國盟友 犧牲了自己的獨立外交政策 評論員還批評 如果澳洲和美國 以為中國一定會為經濟的原因 必須接納澳洲成為政治上的敵意夥伴 那就認真是壓錯了 澳洲並不是說不可取代 如果澳洲堅持它的對抗立場 將會負上代價 這篇報道當然就是措辭非常嚴厲 而且還說澳洲並非不可取代 當然我也認為 澳洲對中國輸出的很多產品 事實上可以在世界各地其他地方買得到 但是唯一一件事不行的 就是叫做鐵礦砂 中國現在經濟下行 故此有些說法都說 到底中國會不會靠帶動基建 將中國的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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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真的要帶動基建 鋼材的需求 非常之恩切 鋼材是如何提煉的 原料是必須有鐵礦砂 澳洲是世界上第二產量最多的國家 第一大就是中國 但是為什麼仍然要從澳洲進口鐵礦砂呢? 就是因為中國本身也是供不應求 而且澳洲最厲害之處是什麼呢? 它作為第二大產量的國家 其實產量就是第三大至八大國家加起來的總和 如果你說不從澳洲進口鐵礦砂的時候 會有什麼影響呢? 當然對於鋼材的生產就會下降了 如果要用基建來帶動經濟發展 那你說哪裡來這麼多鋼材呢? 難道放棄使用鋼材 改用木造建築嗎? 那你建橋樑、建摩天樓的時候 用木造嗎? 建一百層嗎? 這些只是不合常理而已 故此 現在這篇文章說 澳洲不時不可取代 我也同意 若然你說可以放棄從澳洲進口鐵礦砂 那就可以了 但這是七雙拳 你就是損害到澳洲 但同時對於自身也會有所損害的 除非你說 已經找到其他物料 可以取代澳洲的鐵礦砂 那就沒問題 但可見的將來 有沒有這麼高新的科技發展得到呢? 我就是孤陋寡民 聽不到這樣的消息了 我們又看看澳洲總理莫里森 他是怎樣回應 他就說 澳洲會繼續捍衛自身的利益 並且實行符合這些利益的政策 即是說不吃中國日報那一套 批駁了他 另外大陸的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也批評 說澳洲是違反了國際法和國際間的基本總質 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中國就不吃這一套 對此表示強烈譴責 並且保留進一步作出反應的權利 由此造成一切後果將會由澳方承擔 當我記者去追問他 究竟澳洲是違反了哪一條國際法呢? 趙立堅就回答 說不干涉別國內政是國際基本準則 還需要我多說嗎? 其實他就好像不太對提 因為你說澳洲違反了國際法 其實就應該說出哪一條國際法 那不要理他 反正他說違反是違反 不過裡面所提到 就是干涉中國內政 這裏就是有相確的餘地 我今天看了《信報》有一篇專欄 就是《金針集》 他裡面其實也有質疑 究竟中國內政的範圍有多廣泛 為什麼澳洲現在也不是做什麼 他只是修改移民政策 就是想收容更多的香港人 而且也不是直接送澳洲護照給香港人 比如說那些留學生 去讀書畢業之後 再批一個五年簽證給他們 當然是要找到工作 如果找不到工作 你根本也沒有辦法在澳洲立足 好了 夠五年以後才再申請入籍 喂 這是完全是一個主權國家裡頭的範圍 出入境政策 移民政策 又關中國內政什麼事呢? 其實中國內政的範圍可以 去到多廣泛呢? 是不是凡是牽涉到有中國人 或者提到你中國的名字 就是叫做中國內政呢? 想怎樣呢? 我想很多香港人 那些作家都在問這件事 因為範圍真的闊得太厲害了 都說干涉中國內政 那你不是獨家村 你也說要求全球化是好事 要進行全球貿易 難道別人跟你做貿易 牽涉到你的 又是中國內政 那這些事情是否說得通呢?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